国盟内阁单方面撤销紧急状态条例 被质疑是已经犯下了叛军行为 而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沙就辩解 国盟并没有叛军 因为当撤销的议题引起混淆之后 首相丹斯里木尤丁隔天就入宫解释 向国家元首道歉 针对撤销紧急状态条例一事 内阁和国家元首各指一词 外界物理看花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沙 今天在哥达巴鲁出席活动时 说明事情始末 马来统治者会议一决 不再延长紧急状态之后 政府言听既从不想忤逆预止 于是开始商讨撤销紧急条例 承销紧急状态之后 安努亚穆沙强调 首相木尤丁每个星期都准时向国家元首 汇报国务 元首和国门内阁时刻沟通 向来关系良好 当撤销紧急条例课题 在上个星期一引发轩然大波之后 木尤丁第二天便入宫进见元首 当面解释清楚 安努亚进一步解释 当在野党在国会追问有关问题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都司里达基犹丁 只表明内阁的立场和决定 没有交代撤销条例仪式处于什么阶段 而实际上 当时紧急条例还在撤销的程序中 等待元首预准 而内阁议决撤销条例的第三天 首相就已经致函汇报元首 先登场 非常非常重要 在数个难以实际上